台湾湿木鱼养殖 主要分布于云林以南地区 其中台南更被称为湿木鱼的故乡 产量高达八成内销全台湾 每年为当地渔民创造高达19亿产值 台南市政府为推广在地产业 举办台南湿木鱼文化节系列活动 广邀民众前来品尝道地美味的台南湿木鱼 湿木鱼是我们台南的一个很重要产业 很多人依靠它来维续生活 也靠它赚钱 也因它而富贵 所以说我们台南市政府 希望湿木鱼能够让大家知道说 湿木鱼联想到台南市 让更多人知道台南跟湿木鱼的关心 是多么密切 这里是台南的湿木鱼温 一般人想要吃好鱼 通常不是去港口 就是去沿海养殖地带 台南市政府农业局会推广湿木鱼 结合台南五大湿木鱼产区 针对台南特产湿木鱼 举办台南湿木鱼节 要人家一看到湿木鱼 就会想到台南 这种产业在我们台南 将近有五千两百公顷左右 是饲养所谓的我们的湿木鱼 一年的那种产量 高达两万六千多公吨 占了全国一半以上 所以说它呢 供应湿木鱼地区 也供应到我们整个台湾 我们湿木鱼大概我们 一百公斤里面 大概是八十公斤 是内销方式 只有二十公斤是外销出去的 对台南人而言 湿木鱼已经不仅是谋生的产业 更融入了台南人的生活之中 今年的湿木鱼节 一路沿着海岸线 经过从安南 七谷 江军 北门 到达雪甲 而打头阵的台南七谷 也准备好 要将七谷的鱼产特色分享出来 我们七谷的湿木鱼 可以说是台湾 目前台湾 它的养殖面积跟产量是最大的 而且我们的湿木鱼 它因为是在 它的水域是在台江国家公园内的水值 所以它的水域跟其他区域比起来 是比较纯净的 而且我们的湿木鱼大部分都跟文革做云洋 是浅平式的养殖房 所以我们七谷区的湿木鱼也受到超客的一个喜爱 利用湿木鱼节展现各区特色 将在地渔业 人文历史 地景艺术及观光旅游进行结合 本次湿木鱼节七谷厂 举办美食嘉年华 在七谷区公所前广场 聚集在地特色的摊贩 将湿木鱼以及七谷特产 七谷七宝的美味展现出来 我们七谷区是以观光跟海产为主 尤其是我们七谷七宝 目前我们台南市政府在推广的是我们七谷的七宝 包括有白蝎 蝴蜜枝 南苗芝蜜 萨蜜蜜 菌鱼 酒斑 青鱼 荷竹味 七谷七宝 最新最好 让更多人来到台南 可以看到我们的湿木鱼的那种生产状况 效状况 渔民怎么样去透过我们的湿木鱼加工 每次渔业干 让更多人来了解我们的湿木鱼 台南市政府藉由举办湿木鱼节 结合旅游 体验与休憩元素 让民众到台南来体验在地的渔村文化 同时规划出许多活动 打造出地方特色产业 我们希望未来能够更多的都市人 来到我们产地 到我们的社区 然后看到我们渔民是怎么样去抓湿木鱼 感受到我们渔村的生活 是什么跟湿木鱼的产生那种绵密的关系 我们希望说呢 这种工作是长期性的 能够让价格稳定 行销方式啊 不要做一天或两天的那种方式啊 让它放远活动就结束了 我们希望是一个永续的 在市府与各区公所的互相配合之下 除了推广湿木鱼成为台南的代名词 也吸引观光客到台南体验湿木鱼的美味 让这份属于台南的味道 可以无远福借地传递到全台湾